不到100块就能游玩3A大作的P106显卡 相信各位垃圾佬就算没玩过也在B站看别人玩过 其实在去年11月我就做过一期主角为P106的人人有机用番外篇节目 当时用的魔改驱动版本因为无法通过小蓝熊验证 导致不能游玩APEX等游戏 虽然敢用老版驱动可以解决该问题 但是老版本驱动又不能游玩荒野W2等比较新的3A大作 这说来也巧 最近逛P1068刚好看到无回大脑魔改的新版本驱动 解决了无法通过小蓝熊检测的问题 功德箱里又刚好还闲置有两张分别由程度小雪和我不能吃辣捐赠的七彩红P106-100 所以本期节目就准备用这两张矿渣装两台主机送给大家 不过这两张卡的橙色嘛却是有那么点一言难尽 为了中奖人的使用体验我决定先给他们做个清洁 这张看着还行的就由大肥猪来舔干净 而另一张的橙色已经完全是出土文物级别 清洁难度过大只能由我亲自操作 虽然嘴里有点放恶心但好在清洁后的成果还不错 不过后续上机时又出现了别的状况 其中一张卡的风扇影响非常严重 基本已经到了精神污染的地步 所以我就把原装散热拆了 用扎带绑了两个风扇上去 嗯这下舒服多了 大家好我是 众所周知 要想基本没有bug的使用P106显卡 需要四代酷睿及四代酷睿以上的核显平台 所以本期节目使用的版U为两套H120搭配13v5的组合 这张卖国家H120和华硕H120分别由城市中迷途小会计 和新中的日月C卷阵 我为他们搭配的CPU分别是这颗75块钱的131225v5 和223块钱的131245v5 由以下这几张没什么卵用的亮机卡转身而来 这290块买两颗1245v5不够 而买两颗1225v5又有多的 所以我就各买了一颗 后续的测试环节主要取是搭配131225v5的一号机 而搭配131245v5的二号机 由于超线程和更高频率的加持 实际表现只会比视频里呈现的更好 因为13v5采用和6代酷睿一样的Skydick架构 IPC基本一致 所以我也用6代酷睿来和这两个U进行简单对比 从参数上来看 131225v5的性能与目前还卖200多的i5-6500差不多 而131245v5的性能也和i7-6700处于同一水平线 但是后者的价格现在却还有小500直B12100F 可以说6代酷睿目前的性价比就是一坨答变 完全不值得购买 当然7、8、9、10、11代也没好到哪里去 都是答变 只是有干有稀罢了 所以如果你手上刚好用的就是这几代产品 并且想升级CPU的话 我建议直接板游整套卖的上12代酷睿或者5000系锐龙 花钱升级同代的更高贵一个CPU完全没有必要 板游显卡确定了我们再来过一下其他配件 因为这两个13的功耗都不算高 打游戏时最多也就4050W 所以散热器我就从功能箱里随便摸了两个全铝下23热 分别由蔡载341和无命火捐赠 像这种一根热管都不带甚至连同心都没有的瞎压式散热 基本就是大家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垃圾的CPU散热器 俗称小憋散 这边随便找个电脑店进去对着老板嘴巴亲一口 应该就能免费拿一个 如果你实在害羞也可以选择线上购买 不保上新的也就89块钱非常便宜 然后我给这两台主机搭配的内存都是两根DDR4 24008G普条 由于平台限制 这几个2400的条子只能跑到2133 目前21338G内存淘宝大约49一根 买两根主双通道16G也不到100块 那我为啥不直接用2133频率的内存呢 很简单 当然是因为供德箱里没有呀 因为这两块主板都不带M.2接口 而且供德箱里的120G仨打固态也没用完 所以你们懂得本期还是继续清固存 1号机的系统盘用的是这块 由我能约旅辅助吗捐赠的三星850 EVO120G固态 而2号机用的是这块由阿凡士客捐赠的西数120G绿盘 目前拆机120G仨打固态在淘宝上卖18块 和上期一样 我个人还是建议家庭前至少买个240G的 既然固态硬盘都清固存的 那机械硬盘也不能搞特殊 这次也是把小于500G的机械盘都掏了出来 两个160G机械盘一边一个 一个250G机械盘装1号机里 还有一个320G机械盘装2号机里 目前的情况就是1号机不仅CPU要插上一截 连存储空间都要少70G 所以为了一碗水端平 1号机将会由我包邮送出 而2号机则需要中奖人自己承担邮费 话说回到这几块机械硬盘 毕竟是早已停产多年的老逼登 速度一个比一个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从功能箱里又拿了两个分别 由雨落 樱花落和无名佛捐赠的16G熬藤内存 搭配转接卡来加速这几个机械硬盘 可以看到 其中最慢的这个160G机械盘 在经过熬藤加速后 读写及4K性能都有大幅度提升 部分成绩甚至都超过了 作为系统盘的三星850 EVO 关于凹腾内存是什么 以及如何简单使用 我曾在人人有机用翻外篇第12期中 做过相关内容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看往期视频 实测本期主机待机功耗仅为60W 双烤最大功耗也只有200W出头 用额定400W电源来带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所以我就从功德箱里摸了个 由聆听心之声捐赠的 长城四合王额定400W电源 刚好我自己还闲置一个长城400W电源 今天就一起送给大家 同款电源闲运一般卖60块左右 求稳的话可以买个新的 像大水流这样不算阳间但也不怎么阴间的牌子的 全新400W电源 也就90多块 没比二手贵多少 凑合也能用 最后是机箱 给一号机用的是这个 由卷心菜神捐赠的带灯板的不知名MATX机箱 虽然所用显卡颜值过于腻天 但好在前面和侧面都有灯板 就算没有完全拯救外观 多多少少也能转移一点注意力 给二号机用的是这个 由聆听心之声捐赠的不知名矮胖机箱 采用电源配置设计 原机主之所以在机箱侧面通风网上开了个口 是因为它这里会顶住显卡供电线 并不是为了体罚机箱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用到的所有配件 标注了来源及市场价格 因为本期平台涉及主板魔改BIOS 以及安装魔改显卡驱动 所以并不建议小白用户模仿 但是如果实在嫌得蛋疼 想装一台玩玩也不是不行 毕竟像一号机这样整套下来也就不到500 如果版U选择H81配E3V3 内存用TDR3那还能再便宜几十块 在正式开始安装之前 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 首先H110主板要想点亮E3V5 必须魔改BIOS 这里我用的是D大魔改的版本 一号机的卖国家H110 直接用主板BIOS内自带的更新工具就能刷写 而二号机的华硕H110主板 虽然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只能识别CAP文件 所以这块主板我用的是编程器来刷写BIOS 在刷入魔改BIOS并用E3V5点亮后 因为P106本身无法输出画面 所以还需要在BIOS内选择核显输出 接下来是安装驱动 目前无悔大佬魔改的P106驱动安装起来也是非常方便 实测安装过程中不需要进安全模式 也不需要断网 直接导入证书然后安装即可 一切准备就绪 点火开机 一号机在经典版以及新版抽烟模拟器中分别得分26万6和57万5 一号机使用的E31225V5CBUJ单核得分427 多核得分1535 而二号机使用的E31245V5CBUJ测试成绩为单核438 多核2126 第一个测试的游戏是英雄联盟之狗熊模拟器 画面设置为2K全最高 对线器100帧左右 后期一堆超级品拆机地时也不会低于80帧 是的 ignition 然后是5位契约 1080P高画之下打乱斗模式 基本可以全程100帧以上 原神启动 1080P预设中画之下 在沙漠里给野怪刮沙 基本可以稳稳60帧 绝地求生 1080P三超高画之100渲染 由于1号机所使用的 131225v5的规格仅为四核四线程 游戏里基本全程赤满 导致显卡占用波动极大 卡顿明显 而2号机在其余配件几乎完全一致 仅把CPU更换成四核八线程的 131245v5的情况下 就可以流畅游玩 可见四核四线程的CPU 现在基本可以告别吃鸡了 相对来说 APEX的优化较好得多 虽然CPU同样接近吃满 但是在1080P低画之下 还是能够跑到八九十帧 并且真生成时间稳定 操作起来没有卡顿感 不过在引爆多个铝热机炸弹的极端场景下 显卡会成为瓶颈 帧数会跌到60以下 地平线5 1080P预设低画质 跑游戏姿态的基准测试成绩为71 荒野WX2 画面设置为1080P预设最低 然后把纹理质量手动改为超高 这样不至于让画质特别难看 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平均帧成绩为55 实际游戏中也能跑到五六十帧 最后是赛博朋克2077 画面设置为1080P预设低画质 FSR开到自动挡 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平均增成绩为52 但是实际游戏中的表现和吃鸡类似 CPU全程吃满 显卡占用不稳定 卡顿明显 改用2号机后 CPU负载下降 显卡稳定吃满 城市内场景可以跑到五六十帧 且真生成稳定 没有明显卡顿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看得开心的话 不妨给个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